我們這個時間四線就定了 正好遇到八明蛋牌 有相關住的時間 正好沖湯 所以讓大家沒有辦法 再同這個時間一起過來 我就覺得真的是對大家很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其實我們 剛剛有報了在三月份 五月跟我們兩次的那個 就是說 我覺得算是開啟一個不同的作法 我們也是很樂意這樣子的發展 讓我們能夠跟我們愛宿 附宿的團體跟市民一起來努力 那我們是希望說 藉由今天這樣 我們把明年度的預算 事先跟大家討論 能夠開啟我們公民參與室 是預算為一個新的理程碑 那我們也會希望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剛的目標 想法其實是一致的 讓大家一起來努力 然後我們把我們所有的預算 看出來 然後藉由大家來協助我們 來檢視我們的預算編列 那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樣不同的想法 那透過預算編列 其實我們很多的行政作為 是有相關的預算來對應才幫他支持的 那我們在這邊跟各位簡單的報告 我們剛剛有分兩部分 一個部分是我們原來 工人處所俠管的範圍的 那個預算編列 那以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大概其他都是常態性預算 五兩比是差異比較大的 一個部分的話就是我們樹木圍館的部分 樹木圍館的部分的話 我們確實是一千四百零萬 那今年的話是五千多萬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差距 我要跟各位報告的是 其實我們護術團員也有提到 其實我們的樹 我們對於我們的樹木 我們所投入的夠不夠 那我們從那個剛才新聞媒體所剪輯的資料 就知道就是說 台北市的樹木相對應其他六都來說 我們圍館的人力最少 然後經費是最大的 那而且過去就是說 我們在巡查 巡查的部分都是我們自己的一個巡查 然後在巡查之後 並沒有相對應的預算 除了病從派以外 我剛剛說的就是 包括荷根病或者是牙腑病 或者是電荷種的意外 其實沒有相對應的預算可以處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變成就是說 很多事情沒有辦法 真的是我們要做好 那另外一個部分的話就是 其實就是希望藉由ICT的技術 來提升我們執行的效率 來減少人力的支出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各位大概也知道 就是說我們工人處俠館的業務範圍 其實越來越大 那除了一般來說 我們公園越來越有增庇 或者是綠地廣場 還有逐漸的增加之外 那我們還有林英大道的部分 或者是道路範圍也一直在增加 其實不太會減少 只會增加 另外還有德國外所接班的業務 也是越來越多 可是我們的人力其實有兩個現象 一個是人事實上是被經檢調的 我們被經檢調的 其實總的來說是200多人 對我們來說影響是很大 另外一個是人力老化的問題 因為不去育卻會不能補 那還有就是說 老闆典子從60歲到65歲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對我們影響是很大 但是我們一味了增加人力 其實我們認為這也不是一個辦法 那或是一味增加錢 那這個我在想的意思 目前政府財政確實也很困難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能夠透過ICT的技術 透過自動化的方式 能夠把事情做好 甚至於人力可以降低 那剛才其實就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把書籍資料建檔之後數位化 那我這樣跟大家舉例 就是我們數目尋查的部分 我們原本就是人出去 我們通常兩個人一組 然後你如果尋查有問題的話 你必須停下來做拍照的動作 你必須手上做記錄的動作 然後回去大概上午尋查 下午就要出爆料 那可是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有雲端尋查的系統 那如果說你的書籍資料 已經數位化建檔了 那我只要到現場 那個手機或者是我們的PAT 一拍下來之後 我回去不用做什麼 它大部分東西都可以從電腦 直接列印表達出來 那它可以節省很大能力 那另外我們還有就是 還有就是 我們應該今年下半年之後 就可以去推一個 全民愛公園的一個APP 因為人力不足 那我們會希望就是說 很多市民其實是關心我們的公園 關心我們的樹木 關心我們的設施的 那過去它是把1999 那我們現在就是讓它可以透過手機 那我們的東西訂數位化之後 就剛剛那五百萬的部分 是要做數位化的數級資料建檔 其中的一環 那我們還有一個管理平台 那透過它可以透過手機的APP 它可以透過你把其他的管道 包括1999 包括市長新鄉 包括那個那個 那個我們還有一個 零力之間的那個什麼 我們有一個四樓查報系統 全部的東西都把匯集過來 那它會用電腦化自動的方式 那市民只要拿著你的手機 下載我們的公園走坡的APP 然後你一拍照 馬上就可以上傳很簡單的方式 那我們就會收到 收到說在哪一個位置 因為它已經有定位 GPS定位了 我們就會知道在哪裡 看到什麼狀況 譬如說這棵樹倒了 譬如說這棵樹有狀況 或者是這個工具設置有問題 我們就可以清楚 那也就是我們希望說 透過這個數位化的方式 讓學民都成為粉絲工 那所以過去我們在那個資訊化的部分 事實上確實是比較弱的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 我們其實是今年開始做的 那數據資料建築的部分 預定是三年 然後接下來工務設施的部分 路這個部分通通把我們拉進去 那透過我們很多熱信的市民 能夠協助我們 讓我們能夠在有限人力 有限的經費預算底下 能夠把事情做好 那另外一大塊的話 就是那個受保護數目的部分 在剛剛說的第二部分 那這個第二部分 其實我們所有的項目跟經費預算的額度 都是完全沿用我們文化群 在104年度的額度 那最主要就是 我們也目前也不敢做太大的一個條動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數保自治條例還沒有經過議會的統一 因為在不久前 應該是上禮拜的上禮拜 有法規委會已經審議了 那審議的結果是在一個 跟各位數保團裡的一屆請示一樣的 他們討論的過程是認為 就是說當時會由那個文化局來主任 當時有他的歷史的背景 也有當時所考慮的重力 那在這些想法 還沒有就是 就是說我們沒有辦法去說服大家的時候 就暫時的孩子 就是目前是一個戰盔的狀態 那但是我們還是希望就是說 這些受保護數目 不要變成沒有人管 所以我們還是先把它 雖然還沒有通過 我們暫時先別在公共律局這邊 我們不希望你要偷空 那我們也跟文化局也有討論 就是說在屬於技術的部分 也就是說綠資源維護技術的部分 我們還是會持續的來協助文化局繼續來做 那涉及到法令、規定、綠質條例的部分 那個部分我們必須還是要尊重議會 也尊重大家 所以那個部分如果還沒有通過的話 其實我們也沒有立場跟身分來去代理執行 所以目前來說 這個跟我們議會的想法大概也是很接近 他認為就是說 你束保的部分 你未必需要把它主任那位去做改變 你可以透過服務業分工的方式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只要基於對綠資源的維護 我們公園處都會不予以耐 也希望能夠確實來幫助文化局 所以在這邊我也希望這個部分把它入文字 就是我們原本有三個部分 一個部分的話 就是173號剛好有報告 我們會針對於1760顆瘦目護數人 會再重新去做數據資料的複查 因為這個在上一次的複查就我們所公布的99年 到目前來說應該有多個改變 所以我們希望去做複查除了數據資料健康之外 很初步的見解 了解數目的健康狀況 然後後續是不是需要在有相關的預算和資源 來協助維護這些網數 我覺得這個是相當重要的 當然我們也會希望就是說 老數的部分 各位可能其實大概知道 就是說我們有很多護術團體 非常非常重視 然後你又發現 當你很注意它的時候 它過去到現在可能有一些改變 可是我們沒有資料可以查證 所以我們如果說 這一套系統剛做起來的時候 其實它每一個時段的狀況 它會在我們的資料庫當中會露得進去 所以後面如果有人去破壞 或者是有自然或非自然的狀態 造成它的一個改變的時候 其實你是有機可需的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是為你受保護術團體 寄一份心理 而且這個就是說 我們到處怎麼系統做好的話 就是任何民眾都可以透過這個系統 去知道這個術團體的狀況 這個是我們希望為它寄一份心理的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 你們覺得很可惜 我們今天其實很期待大家能夠一起來 因為大家都愛書 那也希望說大家能夠給我們一些寶貴的意見 那雖然我們人不多 但是我們還是熱情安排 大家不知道我們 我們兩位有沒有對我們剛才的報告 有什麼意見或問或建議都可以 首先要謝謝人就是 當然就是政府這邊提供了一些相關的資訊 然後由於大哥有特別跟我要跟大家說抱歉 就是因為今天環評它大巨大有第二個部分 所以就是兩年半然後有點衝突到 所以來的人比較少 然後這點比較抱歉這樣子 那我針對幾個部分來講 想跟大家做一些溝通 就是我們其實 通常我們面臨的狀態 通常都已經在第一現場 就是等於是術有什麼問題了 所以我們就到了第一現場 那所以我們通常就像 前一陣子我們剛好跟那個這個大哥 我們一起到北投龍華溝影 我們去看到的問題就是說 都是往往都是因為前期的一些所謂修剪的方式 還有一些就是說移植的觀念的不同 就是說所以導致樹木為什麼會受傷 就在於是前期的一些所謂 就是說可能比較舊的一些方式 他的一些修剪的方式 而導致說他生 他讓他生病了 當然的一些所謂的 那一些那天有一個 那個靈物舉例還是他那邊提到就是說 他就是他修剪完之後 他的頭是向上的 他當然離你之後 他當然就會所謂就是所謂的樹木朽 就是朽朽的問題 所以他才導致那顆樹生病的原因 是這個樣子 因為前期的修剪方式不佳 而導致樹生病 這個是我覺得是我們在這個階段上 我們看到的結果 所以這部分來講 我覺得在這部分來講 我們也是有機會再多做一些探討 再第二部分就是說 剛才有所有 將近有五千多萬的預算 是希望說所謂外包給廠商 那在外包給廠商的時候 我們的管理方式是什麼 是把這樣的方式 等於是外包出去的時候 那我們的管理機制是什麼 這部分是不是能有更明確的一些說明 還有一些執行的方式 那就是說 我說我們大概都在第一現場 所以就是說 當我們要移此一個地方的老樹的時候 我們從當地的討論 然後計畫去移植 還有開始行動 然後最後做事後的檢討 就是說我們去討論 這邊樹到底需不需要移 計畫怎麼移 然後 開始產生行動 去做移植的動作 但重點是事後的檢討 那我們覺得說 在於行動的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說 現場我們現在在這邊做一些討論 並線的人員 是不是有辦法確實做到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常常收到很多 就是護術團體這邊常常收到很多的民眾 然後收到的訊息就是說 它的 它樹怎麼覺得 怎麼會需要 不管是整個斷頭 還有就是說 整個 口徑過於過大的修織 這方面的觀念 是不是有辦法落實到第一線的執行人員 好 那 假設產生了所謂的 就是 超過於法律規定的修剪方式 移植方式 它所收到的相關的罰則是什麼 這部分有沒有確實的執行 我覺得這部分是很重要的一個環 就是因為 反正我剪了 那 我們不見得有人會去尋查 那 過了就沒事了 那 當這樣 不斷地再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常常 走過去的話 啊 這個樹怎麼變剪成這個樣子 但沒有事後的任何追究 所以 就是這部分來講的話 我覺得說 在所謂的 我們在所謂的修剪 或者甚至移植的行動 這部分來講 當它做不對的時候 相關的因應的罰則是什麼 好 那再很先前就是說 出廣看的說明到 全民愛公園APP這部分 我自己聽了 我覺得非常的開心 這是一個很好的部分 就是 產生一個更親近的互動 那 就是這樣就好比說 我們互助團體 或者是我們的 我們的APP上面 常常就收到民眾 給我們的說 哪邊書又怎麼了 哪邊書又怎麼了 那這部分來講的話 當然是說如果 透過一個政府的APP系統 可以讓民眾 說 所謂的GPS 定位什麼 讓大家更容易 關切到自己身邊的 這部分的事情 我們覺得是非常 我自己覺得是非常好的 那 當我們有這套系統的時候 的前面 的關鍵就在於是 怎麼樣讓民眾知道 就是怎麼讓民眾去知道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這麼好的系統 然後我們可以去通報你身邊的 所謂的束縛的部分來講 會產生難 會它有什麼樣的問題 可以馬上通報到政府 然後會有人可以來幫我們處理的 所以就是說 我們剛才在講說 有這麼多 要為 為給所謂廠商的部分 那能不能說 有更高的部分 是在於是說 我們所謂的 教育的部分 所謂就是說 書木老師教育的部分 就是說 剛才市長提到我們 有9萬多顆行道樹 事實上它是奔布到台北的每一區 那這每一區的每一個林裡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讓每個里長去知道說 你這個里有多少顆行道樹 或你這幾個社區 有多少顆行道樹 與其由官方這麼的 辛苦的做 能不能讓當地的居民 或者說當地的里民 產生足夠的榮譽感說 這不是政府要做的事 而是我們 就是我們在地居民 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我知道我這一個 我知道我這個社 我們常常看到電視上 有很多所謂的基優社區 基優社區就是說 它對它的社區 產生高度的榮譽感 所以它對它社區裡面的 不管是建築物 無畫古蹟 或者是說相關的老樹 水郡 他們都會 他們都很重視 那所以我們是不是能不能試圖的說 在9萬多個的時候 我們因為你知道去管理這麼多 一定有很大的難處 包括剛才講的巡守人的不足 是不是我們能不能把它分區化 就是分區化說 以這個 哪個區塊來講 那分區化能力不足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些 在地的里長 或者是說在地的協會 他會覺得說 我們可以從 我們有秘密 所謂的在地的自工巡守隊 或者是所謂 他們願意來協助這部分 能不能刺激當地的居民 產生足夠的榮譽感 就是說這是我們這樣的事情 這樣子 好那最後就是說 我覺得說 我們很多的志工朋友 其實通常 在第一線 那我們通常都是因為樹要被移植了 那我們去了現場 那當然就是直接跟工人 直接地線人員 直接做溝通 那其實那一個時候通常已經是 很不好的結果的時候 就是比如說我們上次在 應該在信義區那邊 那結果應該是因為 應該是中華工程還是什麼地方 因為他們要做施工 所以去導致他們必須把 人行道的樹要移走 那我們到現場 請他提供的一些東西 他只叫我們打1999 那1999的時候回覆給我們就是 隔天回覆給我們就是 噪音沒有過量 就很奇妙 就是說能不能 在當下等於是說 我們面對到當下問題的這些施工 能不能各個地方 真的是在做所謂施物 修剪或移植的這些的 就是工作 那個確實的執行計畫 他們拿出一個計畫跟我們說 噢我們預計要做成什麼樣子 我們在場的去的施工 就很清楚說 噢你們要做成什麼樣子 而不是在當下跟第一線的人員 面對的狀況就是 你們去打1999 我繼續做我的 這個是 我覺得是我們 這麼久來的心得 面對的心得就是這樣 你們去打1999 我們做我們的 然後1999不見得有辦法處理 這個是我們面對的 好那就是在這個部分 然後再麻煩就是 我覺得剛剛去民愛國的人 這也很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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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